大家晚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TVBS戰情室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晚上的嘉賓 從我右手邊開始 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員郭震亮 以及這個前立法委員陳婉惠 還有資深媒體人黃慧瀚 再要介紹是我左手邊 第一位是立法委員王洪威 還有立法委員陳玉珍 以及台北市議員李明顯 應該需要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國際上其實大家都在看臺灣 為什麼先從看臺灣的軍演 然後就發現他們慢慢的轉到了 昨天立法院外的人潮 這些我們今天都要好好來聊一聊 首先先來看到軍演的這個部分 在昨天的這個中共的 所謂力艦的制毒軍演 已經結束了 美方這邊的批評 是他們認為非常的魯莽 不過這一回大陸的海警 是第一次公布了 在臺灣東部海域執法演練 甚至當時在這個軍艦上面 船艦上面的記者 還把他的經緯度都說出來 很明確的就是要告訴你 我現在已經到這裡了 到底當時整場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這次軍演 是不是有所謂的比過往更加升級 先來看報導 大陸東部戰區的微信公眾號 從23號演習開始 不斷釋出了軍演的訊息 包括刻意用繁體字 製作了一則 一個中國原則不容挑戰的短影音 外加一首五言絕句 連續兩天釋出各種動畫圖 示意圖海報和演習的影片 24號深夜 大陸東部戰區再發一篇微博 寫著經歷過才會成長 熊孩子長大成人後 一定會感謝充滿愛 且負責任的父母 教訓意味濃厚 另外針對美國官員 強力敦促大陸方面保持克制 大陸外交部言辭抨擊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 台海局是緊張的根源 在於民進黨當局企圖以美謀獨 戰鬥警報 針對兩岸的兵凶戰危 日本經濟新聞斗大的標題寫著 大陸針對台灣的軍演有升級的可能性 路透社則有專家分析 大陸再次繞台軍演恐怕會得到反效果 英國金融時報則報導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印太計畫主任 葛萊怡稱 這是大陸採取眾多措施中的第一個 接下來恐怕還會有其他軍事經濟和外交制裁措施 好有沒有可能這是第一個後續還有其他的動作 最特別的是在這一次他們2024後面還加了一個A 那大家就在講了A後面會不會有BCDE 而重點來了 美方這邊當然就一定會講說要克制 要保護台海的和平穩定等等 大陸外交部回應是不要為台獨提供保護傘 他們很明確的講到就是輪不到你說三道四 這個是我們家自己的事情 然後他也很明確的告訴你 有沒有可能會有BCDE 也許會有 要小心 因為他們說了是台獨挑釁一次 就反制再推進一步 他們特別強調的是 設的是外部勢力的干涉 他們覺得這個是有正當 而且是必要性的 但是美中之間在這一輪 大家就想問 因為他們年底也要選舉 那如果說在這一邊 真的是雙方對峙的太嚴重 或者是講得太過的話 會不會就讓他們自己 賠掉了所謂的戰略互信 想要請教亮哥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對中方來說 他們很多人認為是因為美方默許 賴清德這樣講 520才會這樣講 現在你又回過頭來 什麼意思 我覺得中國大陸感到被突襲 因為坦白講 我認識的兩岸專家 大部分都很意外 這個包括四月十四十五 美國那個亞太事務 駐親康達去大陸 那也建了國台辦 那白宮的那個中國 跟台灣事務的主任 那個Sara Barron也去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 他傳遞的訊息就是 賴清德大概就是維持現狀 那即使我們台灣這邊也一樣 邱錘正在就職眼說前一個禮拜 對外放的風也是這樣 所以怎麼會這樣 所以大陸是覺得 美國顯然是在最近這個禮拜改變的態度 那當然賴清德本來一定會有一些 比較強硬的說法 一些比較務實的說法 那最後放出來的訊息可能就說 你可以講你想講的啦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我覺得他的那個層次是 類似一九九九年李登輝那個兩國論 這個不是簡單的事情 我們知道李登輝那一次是 後來美國介入 他兩天之內做修正 那這一局就牽涉到美國要不要介入 因為現在事態就是爆開了 那這次大陸的軍演 他簡單講三個字 他叫進 唯 鎖對不對 那進就是逼進 他逼進二十四海裡 那非常明顯 所以有尤其是東台灣 那邊逼進非常多 也就是說他就演習要鎖 你的東部的海軍基地 那個已經很明顯了 那唯 他事實上南台灣 唯的蠻明顯的 那有人就說是針對高雄港 跟永安除氣戰 那鎖 這次是還沒有到鎖 可是就是說他進更為之後 如果他要真的對你有所措施 可能就是封鎖 那他要縮小你的活動區 那把那個封鎖圈做到最小 避免影響到周邊的國家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並沒有要打台灣 沒有 所以他沒有撕彈 可是為什麼是A呢 就是他在放這個訊息給賴清德說 那你要不要回應 那時候賴清德一直都沒有回應 比如說我看到陸委會 目前來回應說 不然我們來談旅遊好不好 我們來談路生好不好 這個有點就是 我跑到王紅衛家裡 然後放了一把火 然後出來之後說 王紅衛我們出來吃宵夜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不同級別的議題 那以目前你已經都確立 這麼鮮明的兩國論 那你要來談旅遊跟路生 我覺得非常困難 非常的困難 可是這個僵局就一直在 那我昨天跟一個朋友在台灣 我就說 那如果賴清德始終都不修正 那你認為什麼時候會有逼 那他說這可能的是十月 因為十月有國慶演說 國慶演說就是一個自然的時間 所以賴清德如果要做修正 那國慶他可以做相當的修正這樣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從現在到十月 你兩岸的情勢就是這樣 就相當緊張 那最倒楣的當然就是玉貞 金門就會卡住 像金門撞船事件 你到現在人家遺體都沒有還人家 對不對 所以不只福建 很多人都很火大 那也造成很多事情 金門老百姓會很麻煩 而且他這一次是 所有的外島都去 東營等等 所以如果余季來 因為余季大概六月底就到了 那我覺得金門馬祖會相當困擾 因為那邊都有漁場 那到時候他就海警船 公務船 漁船都來 那怎麼辦呢 可是 我覺得這次比較不同就是美國 不會那麼快介入 因為類似李登輝 鬧出一個局面之後 美國就立刻介入了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是因為美國剛好在選舉 那反中的氣焰高漲 那中俄聯合的聲明 讓美國也相當火大 所以美中冠軍 現在其實相當不好 包括又要加稅 科技戰 菲律賓也在亂 臺灣也在亂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美國就會 我就是不動 而且還有2758的決議 跟中國大陸也在對打 對不對 那還有布林肯說 要支持臺灣參加WHA 堅持到最後一刻 對 所以我覺得 美國這一次不會輕易鬆口 那倒楣的就是 臺海就緊張 那臺海緊張 最倒楣當然就是前線的老百姓 就這樣 你說國際上面是怎麼樣 聯合國其實他們 也有在關注臺海局勢 但是聯合國這一位是秘書長 古特雷斯的發言人他就直接講了 他說他們重申 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 那也敦促各方 不要讓這個局勢加溫 可是問題是這一次 就像剛剛亮哥講的 其實跟先前那一次比起來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是東部海域這邊 其實整個就已經包起來了 然後花蓮比近 比以前更近 另一個特別的 真的就要請教我們的育徵委員 因為外島全部都被圍起來 圍圈圈這個也是以往沒有的 那想要問的就是 當然你們比較近 你們的心情感受上 軍民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臺灣這邊有人是講說 臺灣人不敢教 現在比較關係的是 這個新演員他有沒有 這麼萬遇事件 但是問題是在外島 就像亮哥說之後余季來了 可能會有點麻煩 其實針對這個演習 金門倒也是處變不驚 大概因為大家離 金門離廈門也近 實際上現在每天去廈門的人 還是落意不決意圖 還有六月中還有海峽論壇 大概有上千人會過去 所以對於演習是不擔心的 也不緊張的 但是如果從大的局勢來講 的確這次的演習 中國大陸的策略 我想軍事策略大概 你看台東這個部分 東邊這個部分也是圍起來 而且他這個 因為旁邊很多日本 你看下面可能還有菲律賓 有一些美軍的基地 所以我想他是要阻撓 外國的相關的勢力進來 然後上面到福州 我們的烏丘在那邊 然後上面有東印 馬祖的外島東印 我們的外島是烏丘 烏丘是比較中間 整個圍起來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範圍都被他框起來 那這個是針對賴清的520 演說的一個反應 大家記得當初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 大陸是說叫做聽其言觀其行 那蔡英文的就職演說 大陸說的是就是一張未完成的四卷 就是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答卷還沒有答完 就還是要看 等看看你後面的怎麼做 就還是說那有點像 留校查看那個味道 但是這一次演說完 做的就是馬上開始進行演習 很快很快演習 他們其實本來就有準備 只是說原來大陸可能預期 因為大陸在之前就已經放風聲了 就在說那一直在說四個字 叫做中華民族 意思就是說大概只要說出 中華民族這幾個字 就是文化上說一說就好 政治上就不提也沒關係 文化上說一說 大概就可以重新一個開展 因為大陸其實本來也是希望 往好的方向去走 所以他一直說這四個字 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這個沒被說 還說了一個兩岸互不隸屬 那兩岸互不隸屬 本來大陸大概會覺得說 因為台灣的稿一定是美國看過的 然後覺得說 美國應該會有一點管控 其實我們現在這麼八年來的 整個局勢演變是最慘的 是因為本來馬英九那個時候 我們是直接可以跟大陸這樣往來 局勢角色扮演 其實有點還算是 有點在 雖然是一個比較小 但還是算旁邊可以嚇嚇棄的人 現在已經變成 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這個台海上面嚇棄 我們就完全沒有角色 我們只是被人家嚇得棄子 要被擺在哪裡而已 所以現在很遺憾就變成是說 因為這樣的事情 所以大陸這個動作 雖然是針對賴清德的舊子演說 所發動 但他的主要的訴說 對象是美國 所以說你在演說的時候 美國你應該是要管控 還要說什麼 美國也派人去北京說了 那竟然又說出這樣話 那是美國沒有辦法管控 還是說賴清德就是 就是要說出這樣話 不讓美國知道可能性很小 說美國有點默許 美國現在選舉 也許還有選舉上各黨的利益 所以其實上反而對我們 是造成一個比較不好驚訝 因為一點要注意 下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三都是例行的 這個國台辦的記者會 但是這個禮拜不知道為什麼 從來沒有過 國台辦特別發表通告 特別講 聲明說 五月二十就好 下個禮拜三 國台辦有記者會 然後每個禮拜三都在開 從來沒有要實現預告 固定了 例行的 那這次特別說 所以我覺得這次 下禮拜三的國台辦 一定有新的一些說法 我不覺得 因為他特別這樣說 我猜可能是跟上這些制裁什麼方面 有什麼制裁加大手段 好 其實有沒有可能會 馬上就來下一步 我們先進廣告燈的 回來繼續說 我們講到在這一次的圍台軍演 是已經落幕了 但是到底學者們怎麼樣來評估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計畫 像他們講說 以後恐怕是常態性的大型軍演 而且這一次看到了海警 之後他們認為在外島這個部分 海警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封鎖角色 同時現在也發現了說國安高層 開始出來跟大家講講話 他們認為這一次負責的是何衛東 那何衛東他們覺得說 現在是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指揮中心的副指揮 那所以他說他的目的是要搶 就是以西的軍事主導權 是這樣嗎 因為很多人看到這個圖 其實是有點嚇到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對岸的戰機飛行員拍到了他們的國旗 五星旗跟中央山脈同框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很近 能夠拍到這樣肯定很近 但近到多近 我們就想問 到底有沒有所有的訊息 通通都守護住 原因是因為在現在官方部告訴我們 他們有徵獲了六十二加次的攻擊擾臺 然後四十七架次 有逾越中線等等等 圖是有畫出來 但有沒有發現那個圖的詳細度 有越來越少 跟去年比起來 現在講的是不是越來越少了 那就想問說國軍目前 到底能夠掌握到什麼程度 特別是這一回原因是 因為是我們的這個文人部長 第一次在就任之後 顧力雄要重掌大局 然後要理解說到底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請教一下洪威委員 現在講法他是說他完全都有掌握 但有另一個講法是說 其實他去到裡面的時候 大概開了幾分鐘會就出來 因為他要陪同總統去視察 最後是參謀總長把他開完的 我先講結論 我覺得到今年底為止 兩岸的關係只會更壞 不會更好 那第一個就是如同剛才所講的 賴清德在上任 在一個禮拜內 就是舉行了這麼大規模的一個環島軍演 這個是在過去包含民進黨的總統上來 陳水扁也好或蔡英文也好 從來都沒有看到過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現在不只是兩岸之間的互信已經沒有 那麼更糟糕的是 美中之間的互信應該也已經破壞了 不然的話這次中國大陸不會採取 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那麼因為從事先他的講稿 就職演說的講稿 然後到現在針對美國對中共演習的部分 說這是魯莽 那從這樣一路看下來 應該就是說 美國對於賴清德的這個 這個就職演說的基調 他們事實上是支持的 所以可能對老公來講 他認為賴清德你今天會有這種所謂的 新兩國論的這個言論出現 就是因為美國幫你撐邀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軍演 絕對不是只是劍指臺灣 更是劍指美國 那美國方面呢 他又受到今年他的美國大選的關係 那麼所以他對中國 美中之間的那種抗衡的意識 也是只會升高不會降低 那尤其現在那個拜登 甚至他的民調還低於這個川普 那所以大家一定會互相較勁 所以整個的臺灣的臺海的情勢 只會更緊張 沒有更緩和的空間 這也是受到美國大選的 這個因素的影響 好 至於臺灣方面 剛剛特別講到 我們這次是文人部長顧立雄 顧立雄雖然有當過國安會秘書長 但是呢 他終究不是軍人出身 那麼以現在就是說 整個的軍備這麼緊張 那甚至還需要很多的 比如說今天我們的第一級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的第一級定義也在做動態的一個改變 那所以像現在有這麼多的架次 飛過臺海中線到臺灣來 不管是飛機也好 軍艦也好 甚至他不是只有這個導力 就是在臺灣以西 臺灣的東部都全部包圍之中 那我們的軍方的戰略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看的我是比較擔心 不是只是有文人部長而已 現在整個賴清德的國安團隊 去數一數幾乎沒有軍人出身的 過去比如說還有像官局局長 可能還有那個軍人出身 現在呢 全部都是學者外交 或者像顧立雄那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未來整個國安團隊會傳達給 或者是幫助賴清德的訊息是什麼 那所以我都很擔心就是說 傳統軍方的聲音 能不能真正的到達賴清德的旁邊 你不要忘記 其實蔡英文不管他的立場多麼強硬 但是他的國安團隊裡面 始終是有軍方出身的 提供給他一個來自軍方的真正的訊息 但是現在賴清德沒有 而現在的情勢這麼緊張 我真的覺得在整個的這個情勢 變得非常非常一觸即發的時候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錯判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緊張是什麼 是雙方的這個軍艦 大概就是差一公里 也有可能是差到多少 是差到0.6海里 就是很近很近 以防插槍走火 所以請教明賢哥 現在你有信心嗎 因為我問了很多軍方的人 他們說實話 司機家講法是說 他們覺得一切會如常 因為就是他們有一些的 作戰的指令 但是他們心裡面 也是會有點擔憂 兩岸局勢一緊張的話 大陸對臺灣的 包括外交戰 經濟戰 甚至未來有沒有可能 大家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有沒有升高為軍事衝突 甚至局部軍事衝突 老實講我簡單舉例 我們前任的 黃部長邱國正 山雲的時候 在立法院答詢說 他緊張到睡不著 半夜都睡不著 為什麼兩岸局勢緊張 什麼時候會發生衝突 他不曉得 那就是說從賴清德就任之後 包括520就職演說 你說美國滿意 大陸完全不買單 所以連原本組合派的 包括大陸戰研所的容易教授 趙春山他也提到 他說避戰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臺灣必須要有備戰的準備 他意思說大概兩岸衝突在所難免 所以就這樣子 剛剛洪偉姐有提到 兩岸的交戰所責 就ROE Rule of engagement 什麼時候兩岸第一級 那今天的國防部出來解釋 第一級掌握在誰手裡 掌握在國防部長的手裡 所以顧立雄他的準備 或他的因應 或他的情資夠嗎 不要手一抖 飛彈就打出去 那就完蛋了 兩岸就變成兵兇戰危了 而且在邱國正任念的時候 我們第一級Rule of engagement 就是說大陸的飛機或他們的船艦 通過進入我們領海或領空 就是第一級 可是如果當老共他把台海內海化的時候 譬如說飛機繞台或進入領線 或在測試的時候 那我們隨時要第一級嗎 這真的比較緊張 所以顧立雄那時候手抖 或他的情緒真的按下去的時候 那兩岸就是真的是戰爭局面 所以當然剛剛也有提到 說臺灣目前股票也不錯 大家關心的是日本的隱心的 到底有沒有出軌 好像歌舞生平的樣子 可是兩岸從外媒 大家看起來是真的很兵兇戰危 如何要把兩岸局勢穩定下來 兩岸真的沒有溝通是好的嗎 真的大家比較擔心的是這個 請教一下維翰哥 我剛剛那個前一段 日本的學者講說 他對於這次的軍演 他判斷跟裴洛西那一次 看起來規模比較沒有那麼大 話會不會講太早 因為這個例件現在是二零二四A 我也問了一些軍方的將領 他說我要你要注意 因為上次佩洛西打飛彈的時候 要打到臺灣上空 然後到花蓮東部 他有提前三天空域有做警示 因為這會有影響 這次還沒有 如果他是不是時代 時代一定要公告 就是可能後面還有B跟C 可是他還沒有公告 所以後面可能有B跟C 因為他這次你看這個解放軍 東部戰區的公眾號 他不是發了六張圖嗎 對 裡面是有東風導彈的 對啊 那所以就是可能還沒 那個是後面 但是那個一旦打了以後 他的那個規模跟那個緊張成分 因為如果你現在解讀說 沒有啊只是講一講而已 沒有裴洛西那麼四那麼嚴重 我不認為我覺得至少規模會一樣 我認為後續可能會打 後續可能會打 然後也一樣打在臺灣的東部海域 可是他這一次的區域 更離花蓮更近 這二四海淋淋接去了 對 只要那個要打到國際航道 你就要公告 他會公告 所以我覺得後面可能還有B或者C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普丁跟習近平見面之後 這個有軍事專家在判斷 張延廷將軍我請教他 他說因為在烏克蘭戰爭的過程當中 烏克蘭使用的都是美軍的武器 所以美軍武器相關的 這些電餐的這個參數 其實俄羅斯應該有掌握 他說如果這個東西 中國大陸也有取得的話 對於臺海部署 我們現在臺灣用的全部都是 美國的武器 所以我是覺得絕對 我對於現在這個緊張關係 我不會覺得說很爽的 說那都假也不會 我覺得當然是更緊張了 只是現在這個狀況怎麼辦 因為總統就是賴清德 而且他也做了這個宣誓 可是他講的也就是 蔡英文總統之前講過的話 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他就是踩到底了 踩到底了 那如果中國大陸不動作 那你之前講的都是假的 如果他動作了以後 那兩岸就兵兇戰危 可是你說要怎麼辦呢 這兩天好多的藝人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迫 都一定要出來PO個文章 兩岸都是中國人 我反對臺獨 或是我是中華民國人 那是演藝人員 很多網友在問 我這邊也並跟大家報告 演藝人員不是公職人員 真的不要用對於 我們立法委員的標準去 第二個 你看像大陸外交部 他講這些話 其實也沒辦法 台灣很多的民眾沒有藍綠白的中間選民 聽了也不高興 說熊孩子是要被教訓的 對不對 那什麼是熊孩子 熊孩子是大陸用語 就是調皮搗蛋的可能在你搗亂的 就是不懂事的小孩 那兩岸要談得好 我們怎麼會是大陸的熊孩子呢 中華民國一九一二年 就已經成立了 中華人民共國一九四九年成立 我們怎麼會是中華人民共國的孩子呢 所以這也造成了兩岸每次在談的時候 綠是不可能接受的 藍也不想要打仗 但是藍綠中間的選民怎麼想 我們的國際的舞臺 下個禮拜二 WHA 因為今年世界衛生大會比較晚一點 三支內委要展開來 張啟臣副委員長 昨天也去了 出發到現場去 那我們每一年在國際場合不能夠參與 我們軍事上的壓力 兩大壓力 國際的壓力跟軍事壓力 都是來自於對岸 所以其實你說臺灣民眾 為什麼對對岸 還是會有相當大的排懼感 也就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賴清德 你看最近好幾個民調出來 包含美麗島 包含臺灣民眾基金會 其實賴清德總統的 那個信任度在美麗島 我昨天看到 比蔡英文還高 蔡英文是四十九 賴清德第一次居然是五十三 信任度是過半的 這個就是值得大家去討論 其實中國大陸對我們臺灣的施壓 會讓兩岸更危險 可是讓賴清德的執責 其實反而變得更多 我補充一點 那個蔡英文在二零二一年 確實講了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那沒有去驗 為什麼 你知道蔡英文有很多脈絡 他因為他也接受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賴清德你有講對岸嗎 北京當局大陸 你有用這種用語嗎 你直接講中國 所以我跟你講賴清德路線 絕對不是蔡英文路線 不要被他騙了 他就是犯了這個錯 才會引來這個後果 他如果是蔡英文路線 不會有這種反應 說實在話 來 王慧姐 我剛剛又去看一下賴清德總統 這幾天在跟大家說什麼 我想結語講一個 我今天早上特別去地方 跑了幾個行程 有一個年輕人告訴我 他說王慧姐 你最近會不會很緊張 我說不會 他說立法院這樣子 感覺很混亂 我就問他 那你覺得大陸會不會打過來 他也問我這樣子 然後他很有信心的告訴我說 我跟你說 大陸不會打過來 我要跟大家講 賴清德在他臉書這兩天 有幾個圖 一個叫 團結是國軍最大的後盾 另一張圖叫做 身為三軍統帥 我的責任就是保家為國 他可以讓年輕人 有一群年輕人他也會相信 就是說我們只要支持民主 然後照著他的路線走 他們是不會打過來了 就像剛剛韋翰提到的 大家可以去注意 其實他的民調或許 他這個信任感 是沒有往下降的 這我們後面可能會討論更多 有關立法院這幾天 在發生的一個事情 那我還是覺得 我們在野 在整體的對外 尤其是在做公民溝通的部分 其實做得並不是非常好 好 到底在這一段 後面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看 後面會來講更多原因是因為昨天 我們講到在立法院裡面 這幾天為了要審這些法案 當然很多的畫面 大家網路直播 網社群網站的片段都有看到 但難得昨天大家一字拍手 原因是因為韓國瑜 特別把三黨的代表 通通叫到臺前來說 他們今天晚上要搭飛機 要去WHA這邊 希望能夠代表臺灣發聲 我們等等帶你來了解更多 很好的 請問市場 第一次開場 今天收集的是 我來到對外 晚上 65 同時 請問市場 等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